大家好,我是月寒 我们大家经常会羡慕那种 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爱情 羡慕那种相濡以沫的默契 但是现实生活却告诉我们 据少离多,性格不合等原因 也会成为两个人分道扬镳的由头 今天月寒想和大家分享一句俗语 也和夫妻有关 是一生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 如果我们单从字面上理解的话 也就是说,做一辈子的夫妻 真正相处的时间也不过是三年半 而十年的夫妻大概有九年的时间 妻子都需要多守空房的 听完之后,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很扯 现在哪有这样的呢 但其实呢,这句话指的是 古代的一些经商家庭 我们都知道古代的交通不是很便利 外出经商的人 一般一出去就会很长的时间 长期在外奔波,也不能带着妻儿 很有钱的商人呢 会到一个地方,纳一个窃室 那这样一来呢 男人在外面是非常潇洒了 自然就会忘了家中独守空房的原配了 所以呢 古代一些出身比较好的女子 家里的父母呢 都不愿意让孩子嫁给从商的人 因为人一旦有钱了 就会重利益,轻离别 说到这点呢 又还想起了白居易的琵琶行当中 有一段就写给了 嫁给商人的怨妇 是门前冷落 安马西 老大枷锁 商人妇 那这段话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呢 在古代讲究一个 势能工商 可以见得 商人在古代是处于社会底层的 除了学而优则式的想法呢 靠读书出头的人 就是地独这一行呢 是比较吃香的 古人讲究一个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这样一来 夫妻两个人是每天在一起做农活的 夫妻之间的感情呢 自然就会比经商的夫妇要好很多 所以在那个年代呢 家里的女儿要是嫁给商人的话 通常都会用这句话来提醒她 但是如果放到我们现在的话 有些地方也是相通的 男人外出经商赚钱 老婆在家养子守家 或者说夫妻两个人都有工作在身 那么即使是亲密的关系 连见上几年都困呢 更别说是培养感情了 但是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 大家的思想转变 商人的地位也是越来越高了 给社会带来的价值呢 也是越来越多了 很多女子呢 都会选择嫁给一个成功的商人 也就是我们说 现在的企业家 那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不一样的看法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 和我一起探讨一下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